最后我们来针对这个 Internet Working这一章 做一个所谓的Summary 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整理 我们说在这章里面 我们介绍的是说 怎么样来建构一个 所谓的Scalable 还有Heterogeneous的Network 就是说我们可以 经由这个Router的引进 来建构一个比较大规模 而且是所谓的抑制的网络 我们这个网络的规模很大 因为我们可以用Router 把它连接起来 而且我们这个连接的网络 可以是所谓的抑制性 可以是不同形态的网络 不管是有线的 Ethernet 无线的 WiFi 甚至所谓的3G的网络 各式各样的网络 都可以把它连起来 在这么大的网络里面 每一个Node或者每一个Router 它们要沟通 因此我们说 现在的标准就是所谓的IP 就是Internet的Protocol 让所有的Node 所有的Router 都有Round这样的Protocol 让大家有一个类似统一的标准 这样的话整个Internet上面的这些设备 就可以沟通 但是我们说IP本身提供的服务 是一个Connectionless的Model 就是说我们在送这个IP 封包的时候 是不用建连线的 就是把封包准备好 就把它丢出去了 好 那这个Internet上面所提供的服务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Unreliable的Service 不可靠 不可靠是因为说 它会尽力帮我们送 可是不保证 这个封包一定可以送到目的地 那理由是因为说 因为网络里面有各种状况 包括干扰啦 拥挤啦 然后所谓的Overflow 这个Buffer满掉 所以我们说封包可能会Loss 然后封包可能会Out of Order 这个顺序可能也会乱掉 那甚至可能会发生 我们叫Duplicate Copy 我送一个封包 对方收到两个封包 或者重复收到这个封包 那甚至说 这个封包在网络上面 可能会经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Delay 因为它上面绕圈子嘛 最后很久很久以后才到 这个都会引发一些所谓的困扰啦 就是说IP这个Internet 基本上是提供 所谓的Unreliable Service 不可靠的服务 好 那我们也介绍了说 Router怎么运作 我们说Router本身收到一个封包 就把它的那个Destination的IP 把它拿出来 然后去查一个Routing Table 查这个表就知道说 这个封包应该往哪里去 我们说如果这个IP本身 是跟这个Router 所直接相连的网络 我们就要直接送给它嘛 那不然的话是间接的话 我们就要送给另外一个Router 好 那我们说这个Routing Table怎么来呢 Routing Table本身呢 就是靠Routing Protocol 来建造这个Routing Table 那这个Routing Protocol有哪一些呢 我们就说有所谓的Distance Vector 有Link State 有这两种方式来建造 那对于Router来讲的话 它最重要或者最关键的技术呢 就在于所谓的Routing Table的Lookup 因为每一个风包进来都要去查表 所以查表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说这个Router呢 越靠近这个网络的核心 因为越核心 它的风包的流量就越多 那风包的流量越多 数量越多 它查表的这个要求就越严格 因为速度要更快 所以我们说这个Routing Table的Lookup 是一个很关键的技术 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设计一个 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查表的方式 好 那我们也介绍了什么叫做IP Subnetting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 IP Address的分类里面 有分为所谓的Class A Class B Class C 那Class A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络 那Class B是比较中型的网络 Class C是一个小型的网络 但是如果只分A B C 那我们在分配这个Address 给一个Class A可能太大了 给Class B也可能太大 那给一个Class C又不够等等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把Class A跟B 这样它的host 因为我们在IP位置里面 有所谓的NameWord Number 跟host的Number 我们把这个host Number 因为它很大 所以再切割一下 就是所谓的Subnet的观念 等于说把一个网络再切成这个直网络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直网络到底是多大呢 所以引进了所谓的Subnet Mask的观念 就是我们用这个所谓的遮罩 来代表说这个直网络的大小是多少 这个遮罩本身我们说就是用一些1 来代表这个bit你要不要考虑 要不要去算 像我们这个说255.25.25.25.0 这个255就是8个1 所以三个255就是24个1 也就是说这个直网络 它这个Subnet Mask就是24个bit 那它的后面就是它的 我们讲它的这个直网络的规模 那后面直网络的规模 因为只剩下一个by 它就是256 这个意思 我们说虽然把一个这个网络 Class A或Class B 因为所谓的直网络的这个观念的引进 我们可以分配的更细腻 就是说我可能本来要分配给一个B的 这个效率可能不够好 因为给一个Class B就是给它6万多个IP 就是6万多个IP 那这个单位可能没有这么多IP的需求 或者没有那么多电脑 那我们给它一个Class B就浪费 我们就给它一些所谓的直网络 那让它这个使用的更精准一点 可是呢 我们给它更多的这种所谓的直网络 那相对于那个Routing Table 就要有更多的Entry 因为每一个网络都要一个对应的Entry 那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引进的叫做Classless Classless Routing 就是我们把这个Class A B C 这种所谓的很严格的这个规格 就是A是多大 B是多大 C是多大 我们就把它打破 叫做Classless 那它的Routing的方式呢 我们叫做所谓的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 叫做CIDR CIDR 那我们说在这个CIDR的架构之下 我们很多root是把它累积起来 我们可以把一些 一些这个所谓的root 把它merge 变成一个Entry 那这样来减少整个Routing Table的size 比如说介绍的所谓的Prefix 还有Prefix的Lens 像这个例子 比如说192.4.1.16.21 那前面这个192.4.16就是Prefix 那一条斜线 后面这个21呢 我们说这叫做Prefix Lens 那Prefix Lens代表是说 好 那这样的一个Entry 它就是代表八个Class C的网络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八个连续 我们特别强调当然要连续 八个连续的Class C的网络 当然是从192.4.16开始 那八个 那就可以用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所谓的Prefix 来表达它 那我们说这个也重要是说 放到这个Router里面 我们的Routing Table size 就会减少从八个就变成一个 那如果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说如果是192.4.16 如果是slash22 我们说这个slash后面 这个所谓的Prefix的长度 是22的话 它就代表四个Class C的网络 连在一起的四个Class C网络 也就是说 本来应该是四个entry 四项这个root就变成一项 那就看我们在分配的时候 这个Class C 它的连在一起的状况 当然可以有更多 如果我们比如讲 我们如果用slash 我们讲20的话 那就代表是16个 16个 所以这个可以 根据我们实际的分配的状况 等于说我们目的是要 减少这个routing table的size 让多个网络的这个路径 把它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 这样可以大量的减少 这个routing table的size 我们也说一个主机 它的网卡的位置分两个 一个是网卡的Mac 网卡的Mac address在网卡生产的时候就已经烧录在里面了 但是它的IP位置是可以设定的 所以我们说一般一个电脑 它需要有什么样的IP位置相关的资料 第一个它有IP位置 然后它有它的Sumnet mask 因为我们刚才有介绍Sumnet的观念 所以突然会有一个 这个电脑的IP位置 它的Sumnet mask 还有它的domain server 第二个最后就是它的Default router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送风包的时候 会先检查说那你要通讯的对象 是不是跟你在同一个网路上面 同一个网路 就是说不用经过router 那如果是在同一个网路 你就直接送给它 如果不在同一个网路上面 你就必须经过router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host里面 都要有这个Default router 代表是说当你想通讯的对象 跟你不在同一个网路上面 那你就必须丢给这个router 所以我们说一个host 一个电脑本身 它在IP相关的设定 至少这有四个 它的IP位置 它的直网路的遮照 就是IPSumnet mask 它的domain server 它的Default router 那这四个要设定 一般如果没有一些经验 或者没有相关的know-how的话 也不容易设定 所以有发展的一个叫做 那我可不可以自动帮我设定 就是我一开机之后 我去跟一个什么server沟通 然后我就自动取得 这个四个东西进来 那我就不用自己设定 那我们说这个方式 就叫做DHCP 叫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就是我们一开机 我们就去找一个叫做DHCP server 那找到它 它就给我 像我现在的IP 那我的Sumnet mask 然后我的Domain server 这是我的Default router 它就全部告诉我了 那这样可以大幅的减少 这个IP设定的困难度 那我们说 在Internet Protocol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辅助的Protocol 叫做ICMP 我们叫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我们说 这个Protocol在干嘛呢 因为我们说 IP本身的服务是unreliable 就是可能因为风包会掉 不管是 比如说因为网路断掉 或者最后的那个目的地 那个没有开机 或者说我们风包被切割 最后组合的时候失败 或者风包在网路上面绕 绕半天绕不出去 结果被Router把它丢掉 就是IP的网路是不可靠 风包可能会掉 好 那这个ICMP就是说 当你的风包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透过ICMP 把这个状态 或者原因反映给Source 就是说虽然是不可靠 你的风包就掉了 但是我至少网路告诉你说 你的风包为什么掉了 但是我不帮你重送了 掉了就掉了 这个风包就没有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风包为什么掉了 那你可能知道这个原因 可能可以做一些 所谓的相对的处置 这个叫做ICMP 那我们这一张最后面 就介绍了两个非常经典的 这种所谓的Routing Proc的方式 那我们说第一个呢 就所谓的Distance Vector 那我们说Distance Vector本身 它的特色就第一个 它是把整个Routing Table送给 直接相邻的Neighbor 是把Routing Table送给相邻的Neighbor 然后这个Distance Vector的特性就是说 对于好消息传得比较快 Good News就是比如说网路变快了 或者说原来断线的 现在变成恢复了 好消息传得快 那坏消息传得慢 这是它的特色 那我们说Distance Vector 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之下 可能会出现所谓的 Count to Infinity的这种Problem 就是说它这个会 这个所谓的路径的Cost 会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就不稳定 我们叫做Unstable 就是怎么没有办法收敛 这个Cost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我们叫Count to Infinity的问题 解这个问题 我们说有一个Split Horizon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Link 或这个Root 是从隔壁的这个Router学到的 是它告诉我 说我到哪个地方有一条路 这个路本身是从隔壁的Router学来的 那我在告诉这个隔壁的时候 我就不把这个路告诉它 因为我告诉它有点是多余的 因为这个路是它跟我讲的 这个路是隔壁跟我讲的 那我就不用跟它讲说这条路了 因为这个路是它给我的 我们就Split Horizon 就是说从隔壁的Router学来的路径 你就不用再告诉隔壁 就不回应 不回复这样子的路径 好 那我们说还有一个更强的这种Protocol 就是所谓的Split Horizon 所谓的Poisson Reverse 就是说我回应它 但是回应它告诉它说这条路经过我是无限大 就根本不要走我这条路的意思 就是说假设A 它假设左边是A 右边是B 就B告诉A 说有一条路 那等一下A在告诉B的时候就跟它说 经过它到B 就走别的路的话 这个是无限大 就不要指望说 透过A可以到别的地方 因为这个路根本就是B找出来的 路是B找出来的 B告诉A的 所以A在告诉B的时候就跟它说 这条路基本上不要经过我 因为是你找出来的 所以就用无限大 我们叫做所谓的Split Horizon Poisson Reverse 这样是更强烈的 把这个关系表达得更清楚 我们说这种Distance Vector 在我们实际的Internet上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Protocol 就叫做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RIP RIP本身就是最经典的Distance Vector 它就是用Distance Vector的这个方法 来跟大家 跟其他的Router交换 就是它把自己Routing Table 全部Routing Table的 整个Routing Table 告诉我的Neighbor 那Neighbor在告诉Neighbor 这样子就是不断的 一步一步的扩散出去 那我们说 最后我们有介绍 什么叫做LinkState 那LinkState跟Distance Vector 它的做法刚好倒过来 LinkState本身是 是把直接相邻的这个连线 告诉所有的Router 我们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Distance Vector 是把自己的Routing Table 告诉你的Neighbor LinkState是把自己 跟Neighbor的连线 告诉所有的其他Router 那因为要告诉所有其他Router 而且这种告诉 这种其他Router必须要可靠 因为其他Router要靠这个资料 来建构整个网路的托普 所以我们说 它要做到reliable的Broadcasting 要做很可靠的这个Flooding 传播 然后每一个Router收到这些 每一个Router收到其他Router的LSP 它就可以根据这个去建构整个网路的托普 当然这里讲 整个网路是只用这个Protocol的 我们讲AS AS叫做Autonomous System 就是一个所谓的管理区 或者行政区 比如说一个大学 就是说这个大学里面 这些Router都受这个大学的 我们讲计中来管理 那在可控管的这个范围之内 那我们就会让这个Router 有这个托普 然后根据这个托普 我们就用一个演算法 我们说最经典就是 Dicastrata algorithm 它去算从这个Router 到其他所有Router的 这个最短路径 那根据这个最短路径 就可以造出那个Routing Table来 那我们说 这个用LinkState的方法 最经典的这个Routing Protocol 就是OSPF 就是Open Shortest Page First 它就是用LinkState的方法 来建造它的Routing Protocol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 这一张的整个摘要的这个说明 我们就会来建造的 这一张的摘要的这个 这是我们的Otto 之下 在这一张的摘要的 这是我们的 这个摘要的 就是我们的